给大家分享 恭喜可以娶到这样子 你先回家 来... 宇柔前面提到说 老公目前还是有负债 对 当然你觉得说AA制 而且你觉得自己能力很强 所以你不在乎 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 不安全感 让你到目前不考虑生孩子 你怕一生的话 就会不够了 因为我觉得现阶段 如果我去生小孩的话 这真的很可怕 因为像我们两个是 真的每天长时间都在外面工作 我们是那种 可以从早上八九点出门 然后我们两个回到家 是晚上八九点 然后我们可能就洗完澡 就睡觉 就跟室友一样的生活 因为我们就一直知道 我们现阶段就是要赚钱 这件事很重要 不管是他的负债 还是我追求我的财富自由 我们就是大量的工作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来了一个小孩 我会担心 他可能在经济上 会没有办法负担 突然多了一个小生命 因为不可能说 多了一个小生命之后 我要去负担 我一个人要去负担这个小孩 你有讨论过吗 还是这一直都是你自己心理的 这个也有讨论过 这个确实我们两个压力会有点大 而且会变成是很大的失衡 因为在他没有能力的情况下 那个重担就会放在我身上 那虽然我可以去承担 但久了以后我一定会抱怨 那当你有了抱怨 你的关系就会破裂 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推演到最后结局 是我们两个会决裂之后 我们就决定 现在先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再努力一下 虽然我老公年纪有点大 但我应该还可以 他有多大 我老公四十出头了 那还好吧 对啊 还好 四十出头了 因为他大我还蛮多岁的 但我是觉得还好 只是我觉得应该要先做好准备 像我老公有时候就会很天真 一直说我跟你讲 小孩会自己带他的财富来 对啊 老人家都是这样讲的嘛 对 然后我说那如果没有怎么办 然后他不就投错胎 他很惨耶 投到一个就是过生活过不好的 你问这个 你要生小孩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经济也是很紧嘛 对啊 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钱 真的会带财吗 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啦 就是我怀孕的过程 当然没有说像有钱人过得这么好 但是也没有到说苦到没有钱吃东西 就还好 OK 就孩子生下来就会 自然之后 我真的有带到财 他会带到财 像我怀第二胎的时候 我七月七号生 我工作到六月三十号 对啊 但是都是很顺 我也没有出大状况啊 就是OK的 然后没有因为大肚子就不能赚钱 我觉得那个才可惜 是喔 那宇柔你会不会想说 那对啊 你这样算 又算的 那要算要存多少钱才能生 因为都会有人讲说 什么小孩子会自己带财什么样 所以这种东西也不是说 我们两个说不要就不要 我们两个当然也 我们就是夫妻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 我们要完全去避免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小孩 他真的想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也没有说不要让他来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顺其自然 就是我们会去避免 但是不是说必到完全不可能发生 是 是 是 对 说他如果要来就来 对啊 来来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玉佩老师 夫妻谈钱可以不伤感情 你有一个风水小秘法 可以谈到不伤感情 是的 有好多人结了婚才知道 原来婚后柴米油盐酱煮茶都是钱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房贷车贷要钱 小孩子的学费教育费要钱 红包 白包 甚至于送礼 这些都是钱 所以家里的财政经济 往往都是夫妻吵架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严重的话呢 有的夫妻都是为了钱而吵架而离婚 这个是经济是每个家庭 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不妨去检视一下 你的居家或是你的办公桌 你的办公室是不是有粮煞的问题 因为压粮煞是我们居家 最常见的一个风水的煞气 那如果居家的风水当中 粮煞出现位置的不同 它会造成你不同的破财 那这里老师特别举了几个 最常见到的一个粮煞所在的位置 大家不妨看看你们家的粮 是不是就在这个位置上面 第一个如果是客厅有粮煞 也就是说你坐在你客厅 刚好有一个大粮横灌过去 或是你坐在沙发上面 头顶上面就有一个压粮煞 那这个压粮煞会影响全家的经济 让你净财有困难赚不到钱 那如果说厨房有粮煞 也就是说刚好有一个大粮 在瓦斯炉上面 这个就会造成你破财不断 而且等于是财库破损 因为在风水来讲 这个厨房是女人的财库之一 那如果说刚好卧房有一个粮煞 这个卧房你睡的位置上面 不管是头顶上面有一个粮 或是刚好压在你身上有一个粮 你的身心会有疾病 你的钱破财大部分都是花在看病上面 如果说办公室有粮煞 也就是说你的办公座上面有一个大粮 或是你坐在大粮的下面 都代表你工作的压力很大 然后效率很差 甚至于做了个半天公归别人过归自己 但是粮煞它就是存在 怎么办呢 所以别担心 其实大家都知道 粮煞除了可以靠水晶柱来化解之外 老师特别也推荐大家 照亮财运的风水小秘法 推荐大家用这款金字塔造型的水晶灯 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的造型 它其实跟水晶柱一样 它上面的顶端 它也可以把粮煞的煞气给顶回去 但是这个水晶塔 它必须搭配吉祥的开运元素在里头 它才能够达到开运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水晶塔 它有粒体浮雕的三大开运元素在里头 第一个它中间就是 它的主体是一个纳财的葫芦 有没有看到 这个葫芦它可以帮我们 化解风水当中不良的煞气 甚至于它可以化煞为财 加上这个葫芦的底 它有一袋满满的金钱 就形成了代代有钱的含义在里头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皮修坐镇在这个上面 皮修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它是一个吸金的神兽 它能够快速地帮我们把钱 给吸到家里面来 所以皮修坐镇在上面的话 它是能够强化让我们的财库 不受到破损 甚至于化解掉破财的问题 那第二个元素 在这个葫芦的旁边 有皇财神的心咒雕刻在这个上面 那葫芦被皇财神的心咒给包围了 就摆脱了你漏财的一个窘境 那么第三个元素 在这个葫芦的底座 它有六字大名咒在这个地方 六字大名咒是观音菩萨愿力 跟加持的一个结晶 它绝对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在里头 那大名咒它正守着葫芦底的话 整个水晶塔从下到上 它都能够化解掉家里所有的障碍 来兴望我们的家运 那这样的一个水晶塔的摆建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家里的钱 才能够聚杀成塔 那除了这三大元素在里头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水晶灯 下面有灯光 我们可以把灯源给打开 然后放在客厅我们都说 放在客厅的名材位也可以 或是放在玄关的位置也可以 好美喔 它有光能的关系 它除了帮我们破除阴煞之外 而且还能够强化我们居家的一个磁场 其实这个三角形 它就好像一个人在打坐一样 好稳喔 对 坐在那里 它最能够接受天地之间的一个能量 其实这个小密法 它最能够帮助夫妻之间 彼此当自己的一个神队友 摆脱家庭经济的一个压力困顿 夫妻之间就再也不要为了钱而伤贷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不妨试试看 好棒 谢谢老师 舒衡老师 哪些生肖命格的女人 天生就是忘家孕 你如果抓到 你家就赞 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其实天生忘家孕真的很重要 因为生到这些生肖 尤其是对上这个月份 这个女孩子 她不只是在出嫁以后忘 她其实在家里面 就已经忘她的娘家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对到呢 我们现在看第三名的部分 第三名是属狗的 而且是要农历一月跟五月出生 女生属狗农历一月跟五月出生 那他们头脑冷静 忘家忘夫 为什么呢 因为属狗的 尤其是这个月份出生的女孩子 她特别顾家 所谓的顾家就是 她觉得她有这个责任 一定要把这个家扛起来 当她是家里面的大姐的时候 这个角色会更加的明显 那出嫁之后呢 她会把这个守护家里面的精神 带到夫家去 而且这个属狗的 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特别吃苦耐劳 她会觉得呢 只要是我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 希望她呢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生肖 第二个生肖是属牛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农历三月六月出生的 那么你的特色是勤劳努力 而且保守有成 那么属牛的人呢 特别任劳任怨 而且呢 真的就像是会去梨田的牛一样 你只要给她一个责任 她就会怎么样 吃苦耐劳的 把她执行到完成 而且属牛的人 天生财运特别好 而她的财运不是那种 突然来的大偏财 而是她真的是每个月 每个月会把自己的薪水 然后逐笔逐笔的存下来 那看着这个存款 不越来越高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很开心 而且她的理财 是属于保守型的 例如人家跟她讲说 你要去买基金买股票 她可能不太敢 可是你跟她讲说 我们去买房子 买天 她就觉得这个有土司有财 我愿意 房子买天 买房子买天 她就觉得这个我可以 然后买到那个地 她就觉得苦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个是属牛的人 尤其是这个月份出生的特色 那你想想看 这个妈妈都已经帮家里面的孩子 存好房子跟地了 你觉得她忘不忘 超忘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有没有对上呢 属鸡的 恭喜 然后呢 再来她是农历四月十二月出生的 再来 她为什么会忘家呢 第一个她能力强劲 而且精明睿智 那属鸡的人呢 尤其是女孩子 在这个月份出生 她有一个特色是 她还没有出嫁的时候 她就开始在忘娘家了 为什么 第一个她头脑很冷静 她会告诉爸爸妈妈说 你这个不要弄 这个要赶快做 第一个她已经先忘娘家 第二个她出嫁之后呢 她的那个能力 就会带到夫家去 而且呢 她对于夫家来说呢 她真的是一个 那个叫做光明灯 你知道吗 什么叫光明灯 就是她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譬如说她嫁到那种 有祖传产业的 在做花生糖的 她就跟你讲说 你这样 每个人用手扣到什么时候 她就敢买机器 她就跟你讲说 我们要开连锁店 这样的人 她就是有那个理智 那个理财的头脑 把这个家推到最高点 所以如果你们家的女性 不管是妈妈 女儿 有这样子出生的 这个年月份 请大家记下来 然后好好珍惜她 开发她们的才能 让她们好好赚钱